盘点将夜前四十高手排名 第十五名 颜色 实力世间巅峰级别 大唐国师的师兄 浩天道南门大供奉 数百年来浩天道门最出色的神福师 世间第一神福师 幸喜烈酒美色妙书 但以说服之书而论 已然是当时最绝顶的人物之一 长安城前京神镇的主人 悉灵五大客卿之一 与天玉光明裁决三大神座 平起平坐 被夫子誉为 在福道上走出最远的神福师 平时隐于市井之间 是一位榴莲勾兰青楼为乐的神福师 那夜春雨磅礴之时 凭借小巷雨水 汇酒一道景字符 把号称之命以下无敌的 大唐修行天才王景略 吓成悲惨哭泣的小胖男孩 早年间替师弟李青山 接下践胜柳白的挑战 与柳白站于东海长堤 以突比服役 削掉柳白的半截美貌占平 颜色大师这一生过得潇洒随意 只为苦蜜一个传人 当他遇到那副鸡汤铁后 终于得偿夙愿 仿佛这一生榴莲青楼 只是为了收那个家伙为传人 前期的境界为知命上境 后来因为收宁缺为徒 执念尽数化为宁静 心胸骤然一旷 便隐约要跨出内部 只不过颜色的内心 并不愿意跨出去 决战前就已经是 鱼过武境半步的强者 魏光明破繁龙后 与魏光明站于长安北郊 一座不出名的土山之上 在魏光明进入天启境界后 颜色用于武境的强大服役 把空间切割成了碎片 跟天启境界的魏光明 打得难解难分 而后鱼过武境 成为世间第一个破武境的神符师 在临死前那刻 他看破了光明与黑暗的轮回 看到了那道大符 知道自己的传人宁缺 将来一定能在世间 写下一道 他这一生从未写出来的大符 知道那个家伙一定能够完成 无数代符师想要完成的事情 所以他离去的非常安心 甚至愉快 原文说 先前那刻 他超越修行武境 甚至走到了更远的地方 清晰地看到了那边的世界 就连一向骄傲的君墨也说 颜色最后那一刻 能迈出一步 便能迈无数步 没人知道他们在武境之上 究竟走了多远 颜色一声嬉笑怒骂 游戏人间 无任何虚名 却是第一个平福道 逆天越武境的强者 寒点将夜前四十高手排名 第十四名 宁缺 实力世间巅峰级别 浩天世界生而知之 实则是一名从地球文明 穿越到江夜世界的穿越者 林光远安遗孤 宣为将军府门房 林涛与李三娘之子 书院夫子的第十三位 亲传弟子 书院天下行走 浩天世界的终结者 林光远被灭门时 幼小的宁缺 因为不愿意 做林家少爷的替死鬼 于是杀掉少爷和管事逃走 途中捡到桑桑和黑伞 两人在民山相依为命 因为在魏城的砍柴行动中 表现出色 于是获得了一个 书壁虎砍柴人的称号 春风亭一战 与朝小树结为莫逆 曾在没有修行的情况下 杀死一名洞玄境大剑师 后来因为浮石通天丸 汽海雪山通了石窍 不久就在修行之路上 一写千里 仅用了十四天 就从初十迈入不惑 在前三境的修行速度上 甚至快于修行天才 陈皮皮和君墨 后在与龙庆的争夺中胜出 拜入书山后院 成为夫子的第十三位 亲传弟子 是称十三先生 期间还因为写了一首鸡汤帖 被世间第一神福师 颜色称为关门弟子 从此之后 不念双修 荒原之行与墨山山相互欣赏 在刚晋级动玄境时 用袁氏三剑 一剑射费龙庆皇子 而后被夜红鱼杀得屁滚尿流 关键时刻 魔宗山门开启 宁缺入魔宗山门 得浩然传承 修习浩然气 顺便还继承了连生的饕贴大法 颜色死后宁缺接掌精神阵 从颜色的井字符中 捂出自己的神符 二字符 准备好一切后 与夏侯在燕鸣湖展开决战 最后宁缺凭借原石三剑 符文阵法 大和剑翼 浩然剑 外加桑桑浩天神辉的帮助 勉强将其击杀 成为历史上记载以来的第一个 以洞玄境 越境杀死之命境界的人 宁缺都有哪些傲然的战绩 书接上文 宁缺与桑桑烂科四之行 半路遭遇龙庆的追杀 生死之间 宁缺用饕贴大法 侥幸击败龙庆 并成功进入知命境界 烂科四之行之后 桑桑宁缺遭举世追杀 关键时刻 夫子现身荒原 一见财天 一见屠龙 一见诸神将 夫子登天化阅前 跟宁缺讲述了 他眼中的世界规则 宁缺则向夫子说出了 很多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知识 让夫子明白了 何为悦 举世伐唐之战爆发后 宁缺及时误出人间之力 一刀砍废 身间无惧 寂灭 天启 天魔 数个武镜之上神通的灌主 陶山光明记 宁缺豪夺雄出没的天启 连败场上的无数强者 而后在原始三剑的搭配下 从万里之遥 一见射报清和郡 崔老太爷 与浩天桑桑游历世间时 跟大和国王书胜 在皇宫有过交手 后来为了确认佛陀生死 和桑桑载入佛祖棋盘 最终在棋盘世界内历经千年 最终把佛陀的雕像 刻成浩天桑桑的模样 引棋盘世界内的 众佛信仰之力 破开佛祖棋盘 书院灭西陵计划开启后 配合君墨用原始三剑 把玄空寺 蒋经首作 定死于绝壁之上 书院灭西陵之战 宁缺自草原 一路过关斩将 先后斩杀草原阿达 金杖王庭国师 横木利仁 龙庆等人间强者 后来还在草小树的配合下 杀死九徒 大结局前 灌主持七卷天书 欲换天 宁缺与浩天 在精神阵的帮助下 感受人间亿万人的意念 写出了一道 潜无古人的人字大福 一刀斩杀清静之上的灌主 打破浩天旧世界 成就今日之地球 宁缺虽然境界只是知命巅峰 但其一生 佛道魔福兼修 不时还有小宇宙爆发 除了真正的大修行者 其他人无人是其对手 从雄出墨到宁缺 都是实力世间巅峰级别 排除一些隐藏的妖孽人物 这些人在人世间 几乎是无敌的存在